在政府發表的未來10年減費藍圖 垃圾案量收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至於如何離定收費 環境局局長黃錦聲表示 已經委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研究 他認為每戶每月幾十元是合理的水平 政府也計劃未來擴建三個堆填區 其中將軍澳堆填區的面積會擴大多13公頃 有將軍澳居民批評 政府漠視他們反對擴建堆填區的意見 我住在將軍澳已經超過20年了 我看著將軍澳堆填區大 從以前看到到今天越來越多 有起座之後就體驗到堆填區 但堆填區的問題一直都在將軍澳裡面 你究竟聽不聽到民意的呢 簡單回答這件事 我們現在的建議 就是說如果將軍澳擴建的話 我們會將所有家居的廢物 有味道那些完全完全全 是不會拿去央軍澳堆填 變成徹底解決到那個所謂的臭味的問題 同時間整體的車輛都要減少一半 但這方面我覺得是我考慮到各方面的民意的一個平衡 另外黃錦星指出 推動以焚化方式轉廢為能 也是減廢的另一個方向 但是在石古州興建焚化爐的司法覆核 仍然進行中 要等到官司完結之後 才可以準備興建工作 黃錦星承認 一旦政府敗訴 未必可以達到十年內 減少固體廢物四成的目標 我們怎樣能夠做到一個減少四成的堆埋比例 是需要多方面的合作 轉廢為能這個設施 是能夠大量將一些廢物能夠壓縮空間 同時產生一些我們叫做一個 可在生的都市的能源 是能夠有多盈的局面 如果是沒有這個設施的話 我們說的是一個每日三千噸的廢物的分別 三千噸是一個很大量的一個數字 我們每人 我現在全香港 每日的廚餘就是三千多公噸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量是未必能夠用其他方法用字的代替 他表示 現時也都不宜評論 一旦敗訴 會在哪些地方另覓選子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彭樂言不得